好风景 更要好酸奶 本节目由林复丹的豆本豆植物酸奶 冠名播出 我们到龙岩了 这就是龙岩 我第一次来 它是个革命老区 而且出了很多的奥运冠军 奥运冠军 听起来就特别厉害 对 出了四个奥运冠军 你你等一下我查一下 知道对吧 跟你说一下对如谁 林丹 张湘祥 徐志勇 何文娜 08年的时候拿了三块金牌 三块金牌 对 你想我们国家那么大 一共拿了五十多块 龙岩这个地方就拿了三块 这很厉害 就是体育经济特别强的一个 这么一个地方 我们到龙岩了 这就是龙岩 我第一次来 什么呀 这就是我今天选的这个赛车公园 卡丁车场 我带你们进越远赛道 你们去体验一下 哇 这个动力 哇 哇 哇 这太爽了吧 你觉得谁赢 哇 真漂亮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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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已经去了这么多地方 找到了童年的感觉 我喜欢这种生活 这次两天一夜的福建之旅 我们来到了地处福建省西部的龙岩市 这里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标签 它既是享誉海内外的客家文化发祥地 也是20年红旗不倒的红色革命根据地 古田会议的遗址 见证过一个时代的动人色彩 除此之外 在龙岩这片热土上 还诞生了很多体育界的世界冠军 冠军 胡志荣 这次来到龙岩 我们一定要亲身感受一下 属于这里的热血与激情 怎么样 这就是我今天选的赛车公园 卡丁车厂 这里面有一辆巨牛的车 比特比尔特 编军金刚 初代的那个车 那个不就是编军金刚的那个车网子中间那个东西 这个也很帅 这感觉像那种作战的那种车 然后这还有个空调外积 这车可以睡觉 鹅导弹后勤 这是导弹后勤车 这是军队里用的车吗 哎呦 哎呦 哼 天呐有人 哎你好你好哈喽 哎你好 呀这个怎么像屋子一样 哇塞这个 你好我们来这儿的游客 哦 我是小斗 我是小宋 那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陈 啊我是这个赛车公园这边的负责人 这台车是玩车圈里面逃来的 那这个地是还有一点来头的这个车 前苏联的导弹部队 住在冰天雪地里面的这个后勤车 他这个车全车都是铝的结构 中间都还有带这个格温城 他西伯利亚零下好几十度 人住在上面肯定坐不了 他这个车上这还有暖气阀 1969年出场的 我看到很多奖杯 奖杯都是我外面去参加比赛 然后就随随便便就得了一下 就没那么随便 搞一个奖杯很难的 哈哈哈哈 搞个奖杯不容易 因为龙岩的话在整个汽车啊 还有摩托车保养量应该是全国最多的 哦 他拿到人口的比例 哦 所以我们这边本地的这个玩车的人群 氛围还是特别好 哦 我这个仓库里还收藏了挺多车 咱下去 走走走我们去看看 哇塞 哇这个好好啊 哇这个我好选啊 这个是老的那款是吧 这个车是05年出厂的 我给他开一下啊 你这个钥匙太多了 太凡尔赛了吧 钥匙太多了 大内总管 大内总管 这是什么 这个是到齐的帝王 这个是1994年的车 它这个灯都是翻的 你可以坐进去感觉 这个大沙发 这要每次大沙发 哇这个做的好舒服啊这个 但是1994年 这个是12项电动座椅条件 然后在地处巡航 座椅加热 这也是老车了 唐蒂亚特火鸟 我知道之前看一个片子 也是有一个人专门是收藏这个的 原来有一份电影叫霹雳游侠 这个 哇这这火鸟可真帅啊 他的灯是他的精髓 哇塞 这玩意儿太帅了呀 哇塞 这玩意儿太帅了呀 哈哈 这个回复率也太高了 真不错呀 平时这个卡丁车厂会 就是人多吗 你们今天来其实还是挺好的 都不用排队 是吗 那今天要不让我们体验一下 可以呀 你这么喜欢车 哥哥 再去体验一下 找两件赛车服你们挑一下 你看我们这边有这个高速赛车计时器 你看他这个成绩一个22秒 835还有个24.981 就是目前的最快成绩 我肯定要当个第十名 我要当第十 哈哈 来个第一吧 左脚刹车右脚油门 用脚尖去控制刹车吧 等一下我摇那个黑白方格旗的时候 就代表是最后一圈冲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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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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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老师成绩 一号车23.954 二号车25.134 慢一点点 0.9左右 没太过瘾说实话 就开了两圈 卡丁车就是赛车的摇篮 基础的一个感受过了 在摇篮里玩得挺开心的 老师现在带你走出摇篮 带你们进越远赛道里面 去体验一下 那个真的很爽吗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坐下 坐上我的副驾 你要开这个吗 我今天我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熔岩车神 你连驾照都没有 你怎么开 曾经我是在秋明山 你们俩干啥了 驾照到还没想开车 可是我感受一下 想啥呢 今天你们就坐后排 我坐前排 因为我知道这有个领航员 领航员你还了解一点 让你坐在副驾子 感受一下领航员的味道 这上面都有抓手 妈呀搞得好紧张 我们是到了那个场地了吗 已经 对 我们现在带你进入 我们的越远赛场 我的妈呀 我已经赶快颠簸了 老人已经开这个多长时间了 十几年了 我们没有 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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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生命危险吧 还好我戴着头盔 哇 这个是赛道的开始 对这是我们的发射拱门 还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您的最好记录是多少秒 1分4秒 那我给您今天记个失败 好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老师您有加招吗 我肯定有 还有赛车加招 是吗 好 老师您开始 我就开始了 准备 go 哇 这个动力 哇 哇 哇 这太爽了吧 这太爽了 哇 哈哈 太爽了 哇 路都看不见了 哇 这太爽了 这个 哇 这个甩尾 它是一个特别特别颠簸的那种感觉 它有那么大的那种吹气感 你在车里 你真的是会很紧张 很害怕的时候 哇 哇 好玩吗 我太疯了 我太疯了 我生车了 颠起来了 这后面反正就是没动静了 就是因为有点恶心 多说话的话就会想吐 头也不能晃 视线也不敢动 我在这边看老师疯狂的切换歌组 脚上都配合 脚上都配合 哎呦 我们还有多久 大 哇 超了吧 一分四十二秒 太爽了 我这个头盔 这个泡沫都湿透了 可惜我们不会开了指挥座 赶紧把驾照拿了 到时候到我这边考一本赛车驾照 看是不是受不了 他有点有点不符合 不管 怎么样感觉 小伙子 不太适应是吧 帽子要不要摘了 透气一下 坐领航员的位置感觉怎么样 爽歪歪啊 顶呱呱呀 美滋滋 你没喝水过 挖到后面就没了 他有点 我再挖就真的 挖一下就吐不出来 除了肾像腺素飙升的刺激 赛车公园带给我的 还有晕彻的痛苦回忆 但不得不承认 出来龙岩的第一个打卡地 就已经足够让人热血沸腾了 这儿有个那个什么呀 龙岩体育公园 体育公园 嗯 咱们去看看呗 毕竟这儿对吧 龙岩出了这么多 奥运冠军 那我们就去体育公园吧 最美旅拍提醒您稍后更精彩 最美旅拍提醒您 节目正在继续 好风景更要好酸奶 本节目由林复丹的豆本豆植物酸奶 冠冠播出 这边好热闹啊 龙岩是体育 武势三大训练 这还有一个海报 张军 张军 FF信赢天下 2019赛季 63.5公斤级别 金腰带 优游者 好厉害的样子 哎呀没事 全是小孩 咱看镜子看 好厉害的 是真的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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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标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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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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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姓张对张军 哦 你就是海报 那个金腰带 优游者是吧 哇那你肯定特别厉害 那是19年的时候拿到的 就是 曾经 对 他们都是多大的 差不多 十五六岁左右 看起来很小 但是我一看 我一看他那个眼神 我就不敢跟他对视了 来 这边准备 来 走 对 对 大家好 我是张军 我今年21岁 我打拳已经11年了 对 对 注意重心 注意重心 我是在十岁的时候 在上小学嘛 上体育课的时候 上韩的散打队 专业队教练 来学校挑财 选财 然后那个教练说 挑那种比较调皮一点的 其他比较稳静的就不行了 因为散打的项目 还是比较需要乐学的小孩嘛 从十岁开始我就搭在楼里 一直搭到宣众 当时我为什么名字起这个 新火伯鸡纪录 散打伯鸡这一块 在我们福建 找到这个地势这个龙岩 发展的都比较慢的 比较迟的 所以我当时用这个新兴之火 可以聊言这句话 把它缩写成新火 腿挺重 挺准 这是一个 第二个问题呢 你的双脚始终是保持 像堂皇下 你堂屁在移动的 始终又通过这个移动 来控制 控制机体的 第三个 快打快收 打完了即时 找回自己的重点 这样才会有质量 要以快体肾 你的优点 还有一个比较快 对 对 很好 然后打完一波即时的变相 即时的移动 移动 对 我首先是抗中当今的 这个孩子的能品 能品很光正 他在一零年开始 到龙岩队来 根据我练 一零年那时候 他才四来岁 很小 根据我们选择的要求 这个孩子身材比例 各方面的特件都特别好 平时的话 大家都是对拳击 自由搏击 感觉很血腥 很暴力的感觉 其实并不会 因为我们了解这个项目之后 我知道我们击打出来 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所以说更不会随意出手 我们都是以德服人 我以后的理想生活 就是打自由搏击 打这个职业比赛 打到退役 退役之后回到龙岩 然后开个属于自己的拳广 把这项运动传递下去 你们要不要试一下 这边有胶能 可以啊 感觉是抱着人一样 成不成 成 你试着 这个相当于小一点 是他 他搬我 还跟我搬他 你这个都相当于抱着他跳舞 抱着他跳舞 跳舞 像养小孩一样 对啊 这边有玩小孩一样 这太小个了 这边是抓着这样 你可以问他呀 摔好 摔人有技巧 一个尴尬有技巧 提跳来发力 就不说一个人在这边是不是 把我步子往这边挪 哎 步子往这边挪 这样啊 你要把屁股定 你还能把他跳起来 这样这样 那我得特别蹲 往前发力 这命多了 你就是可以把人有这样子甩 这个 啊对 我头感觉你能虐待 学得怎么样 自己感觉 挺过瘾的 这才是老爷们玩的东西呢 是吧 但我们这边有个 对面实战 可以看一下 不打我们就行 过来我们看一下吧 他们这边也准备开始了 双方 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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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谁 我觉得蓝方 那我就赌红方 放开 放开 他这个是有时间的是吧 贴身的是有时间的 两秒钟 如果两秒钟没有摔的话就无效了 放开 对 哇 漂亮 这是一分吗 对对对这是一分 如果是单方倒地的话是得两分的 加油 线下看这线上看真的不是一回事 线下的那种紧张感太燃了 这个动静一波运一下就跟激发了 哦哦哦 他们就是做了很多那种比较很强难度的动作 下医生终会疼 哎 哎 哇 蓝衣服的这个姑娘真的猛啊 哇 哎 漂亮 漂亮 蓝衣服 蓝衣服 十秒钟了 最后十秒十秒了 加油 加油 蓝方小语就爆发了 停 他最后那你说十秒钟好猛啊 星火格斗渐身 那个是金腰带吗 对对那个金腰带 他这个就是更多的 他是一种荣誉了 对就是荣誉 像这边场馆跟刚刚下面场馆就不一样 下面场馆是专业队训练的 这边是一个野野群女场所 待会儿就是玩游戏 两边的人丢球 如果被球丢到了我们就下场了 开始了 对 躲球啊 躲球 蓄力 哎呦 哎呦 double kill 这是什么意思 这要怎么样 你们不太讲了 你是故意的 没有 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热身开 我们接下来就算专业的动作七年了 两脚张开 一肩同宽 斜前方45度 基盖稍微弯曲 手自然的立起来 基础的拳法 直拳 摆拳 还是勾拳 还是勾拳 走 对 走 感觉怪怪的 走 漂亮 走 走 走 他相对打得会比较好一点 就是他打的是两千块钱的 我打的是四千块钱的 我们现在上沙袋 让你们打十五 体验一下这种打拳是什么感觉 对 来 打注意的时候手望握紧 来准备 走 当下的感觉很爽 爽完之后呢 回去就贴膏咬了 运动这方面 有句话就是别拿你的爱好 来挑战我的工作 发力 我们就可能是王法轮拳 一轮过去就完了 他们那种有方有手的 很有节奏 OK 现在打完什么感觉 热血澎湃 无所能敌 所向披靡 武林至尊 实践一样 跟你打我直接认输 这是你 待会我们有那边小的队员 你可以去挑一下 我们随便挑是吗 对 来呗 这是我们选的对手吗 对 自己选 不是 你不是随便挑吗 对啊 就是十位当中随便挑啊 不是 你刚刚说的是 这里边随便挑 我都挑好我的意中人了 是吗 是哪个啊 就是有一个穿蓝衣服的 哪有蓝衣服的 一个猛男 激柱猛男 啊 哎 这哎 是他不好 哈哈 救命 江湖规矩 单挑啊 小鬼啊 人家很久了 出来 我已经选好了 规则很简单 就是十秒钟 打到对方了 就算你赢了 哦 他们不打我们 对 行 那大哥 敢在solo的时候 我在喊你啊 哈哈 我选中间 好 来 我选个面扇的吧 我说他很面扇 哈哈 很内想 很害羞 好 来吧 准备啊 开始 往他身上打啊 他挡住了不算 对 躲 哎 十秒 十秒 好 对 手帮好 手帮好 哎 对 对 对 好听 没打到啊 十秒钟到了啊 没有到啊 下一组 啊 不要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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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打你 我好像吹你车发 吹你车发 加油 准备 来 开阵 碰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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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好的 对 我打他哪啊 对 随意打他 你存在原地 时间都过半了 哎 打不到 哎 哈哈哈 哈哈哈 哎我还能进攻啊 他没有进攻 不能进攻 打他呀 哎 打他 哎 打了 打不到吗 打不到吗 哎 哎 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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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听 哎 都打不到 怎么样 这样打完 好爽啊 这样玩的反正挺 挺挺 挺太近 玩也玩 玩开了是吧 嗯 待会儿 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那边能看我们整个龙年的夜景 每次我自己心情不舒服的时候 我去那边发泄一下 当时他告诉我 他才21岁的时候 我真的很惊讶 有种英雄初少年的感觉 然后他有讲 他练了十一年拳 每天都能按照自己的这个计划来练拳 我觉得其实跟拿腰带比的话 我觉得坚持这十一年会更难一些 当然他拿腰带是离不开这十一年的努力的 所以说只要是坚持跟付出 是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哇 在 先拍个照 今天一直在这忙手忙脚的 我都没来得及拍拍龙岩 这就是整个龙岩的夜景 哇 确实很漂亮 今天你带我们来的这个地方 让我有点意料失败 我到这边就感觉心情一下就放下了很多烦恼这些 其实最近压力也挺大的 下一场比赛 就在这个月底 比赛有信心吗 那对自己肯定是有信心的 也希望你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就我们三个吧 还挺像的 都是选择了一种不一样的 区别于在学校上学的一条路 对 每个人的命运都不一样 每个人选择的也不一样 对 人各有志嘛 所以说 定了一个目标 就要一直走下去的这段 比赛加油 拿更多的腰带 我要让你们都记住我 天天开心 我也是 你也是 对 一样呢 我一般都不太想说出来 我都是偷偷的藏在心里 我可以喜愿的那种 喜愿啊 对 有竞技比赛 就会有输赢 越搓越勇 勇不言败是张军权式的龙岩精神 龙岩人对运动的热爱和专注 给我们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 明天的旅途又会有怎样的精彩呢 最美旅拍提醒您 稍后更精彩 最美旅拍提醒您 节目正在继续 好风景更要好酸奶 本节目由林复丹的豆本豆植物酸奶 冠名播出 咱俩起了个大早 过来坐热气球 我没想到还这么晒 应该就是这个 你有个猛男 肌肉猛男 我要这样做 小小的嘴壮一点 嗨 你好 你好 我们是昨天预约的 预约热气球的 好的 欢迎来到我们五瓶千鹿湖 参与我们的热气球项目 这个就是热气球吗 对的 这只是一个篮框 咋飞啊这个 这是我们的那个动力 就是这个篮气 通过我们把这些天篮气 转换为热量 就是说热空气的比重 比我们普通的空气的比重轻 所以使它有一个上升 这个应该叫热 热 热框子 也不应该叫热气球 也没球 球在这一块 你别看它这么小 其实它撑起来的话 大概有两千立方米 像个帐篷的感觉 对 既然你们来了 那就跟我们一起体验 怎么样升空热气球 好吗 行 好 我有点害怕说实话 因为我没做过 我还有点恐高 这个安全吗 热气球是所有我们飞行器当中 安全迅速是比较高的一种飞行器 你有驾照吗 有 我们都有 就是国家民航八的那个 论可雷的飞行执照 都是要去那个考试的 我有点害怕 没事放心 我们都是专业的 我叫林桂发 今年39岁 我的本职工作是 房产经理的 但我非常乐爱运动 现在是福建省 唯一的热气球理飞行员 也是五平线自行车协会副会长 同时还兼职动港当车教练 我是从小会比较爱动 也喜欢爱运动 小学的时候就有参加少体校 最近比较频繁运动 就是从2017年以后 就是说把健身 骑车 还有其他运动项目 就当成一个比较说是平凡的 一个生活里面的一部分 刚开始是骑自行车 然后又有机会接触了热气球 风徐徐地吹过来 然后慢慢地飘 可以看到我们整个五平线程 望远望过去 这原来是哪里 现在我站得这么高 看得这么远 我达到了别的没有达到的高度 所以我觉得我很自豪 今天我是祖飞 那今天的话就是文庄同志 你今天拉顶嘛 好 或者拉顶 那你就是帮我做村口这一块 可以 热气球其实看上去非常简单 飘在天空上非常美 其实它背后的这些后勤工作 是非常复杂的 而且力量的要求非常大 我们的篮宽 气瓶 包括我们的球体 都是非常重的 看似美好的东西 其实后面都有比较艰辛的付出 小心 向一看 去 向前一看 我是从2017年开始参加蓝天救援队 有参加过三地救援 失踪人口救援 我参加剧人队的初衷是奉献自己的爱心 完善自我 能要不停地进步 对现在很多人来说我年龄也比较大了 也就事实了 但是我还愿意去尝试 因为我觉得人生没有多少年 你要愿意去尝试 愿意去改变 我不想让我在七八十岁 躺在床上动不了的时候 再去想 我后悔没有做某些事情 我觉得人生其实说长不长 要把自己的人生活得有意义 尽自己的能力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首先一个是室火环节 篮宽跟我们手体继续连接 然后鼓风机把它鼓起来 一见到那个热气球的时候 我首先是被他的那个气球给吓到了 太大了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我觉得砖里边可以当一个帐篷 超级大帐篷的房子来用了 好的 那我们开始上篮框好吗 从这边 这边有两个踏脚 小心 小心这边不要敲头 好 尽量身体不要往前倾 稍等 你小心头 鼓一下 好 来 准备 可以了 起飞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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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挺好玩的 好 你要不做啊 待会儿有个牵扯里会往下 有机会的话 我就想尝试一下自由飞的 因为我发现我对这个高度的这个 害怕程度 就越来越没那么害怕了 就是我感觉这些东西呢 和大自然融合到一起 把人给带到空中飞 就会让我觉得很神奇 当然可能更高一点 更好了 但也不会觉得有遗憾 帮忙一下 风太大了 我们是已经结束了吗 因为它风吹 它热量往外吹了 不是很稳定 好 小心 好 小心 让我给它跳 因为现在风速不稳定 我没有办法 很好 不稳定 风太大了 小心一下 稍等一下 稳定一下 我有点慌了 不要慌 没事 腰子 整体感觉都没问题的 我一看来了这么多人 我有点松 真好 如果是天气稳的话 我们的球体是非常正的 我们飞起来是非常平稳的 热气球对天气的要求 会比较高一点 好 今天稍微有点点小小的遗憾 没事 没事 辛苦 没事 辛苦了 反正我们感受下车的过程 就行了 好 老师 那刚刚 虽然我没有飞很长时间 但是刚刚升空的时候 我们看见这个千鹿湖的周围 就感觉环境特别好 这附近还有什么好玩的 别的项目吗 像我们的话 精彩就是在千鹿湖里面 有一个自行车道 我们五瓶有一句话 叫做来五瓶 我养你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 进行我们千鹿湖 骑行之礼 最美旅拍提醒您 稍后更精彩 最美旅拍提醒您 节目正在继续 好风景更要好酸奶 本节目由零负担的 豆本豆植物酸奶冠名播出 国家级湿地公园千鹿湖 是白鹿 仓鹿 池鹿等 大量鹿蝶 鸟类 栖息的天堂 千鹿湖也因此得名 优质的自然生态环境 开阔的视野 让这里也成了户外运动的绝佳场所 出发 好多年没玩了 我之前骑公路车多年 细轮的 早在拿点好 再跟你玩的 以前有玩过三地车 这开始是骑三地车的 后来就骑细轮的了 这个坡好爽 我好想骑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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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当时是在一个木栈道上面 然后旁边全是那种大树 这感觉特别放飞自己 然后特别爽 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上面骑 然后我没想到的是 就是里面的景色还是很漂亮的 包括它每一个地方 它的那个布局 我觉得有一个地方 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湖泊 就是水从那个地方流下来 我觉得那个地方还挺漂亮的 那边刚才没看到 白鹿 一只白鹿 上青天 我们为什么这个公园 叫那个千鹿湖呢 就是说是在这个 西西在这边的白鹿非常多 然后相对来说 我们这是属于实地公园 植被跟野生动物的也非常多 植被多呀 森林覆盖力高 所以吹出来的风是一面的很清晰 好凉快啊 这么一起 无论是专业性极强的热气球 射箭和骑形 还是轻松开怀的碰碰球 几项运动过后 仿佛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被点燃 期待着下一口的呼吸 下一次的放松 而当平静下来 身心都有种前所未有的愉悦 当地的人很热心 然后很善良 又很能坚持很坚毅 对事情很执着 然后呢又很多元化地发展 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是想来这里 感受不同的生活方式 然后想去感受运动 想去亲近大自然 一定要来我们龙岩 饱含激情的龙岩 有着太多的传奇和不可思议 这里的人们把不服输 敢于挑战的基因 传承在了他们的血脉里 你能看到闪闪发光的勇敢和坚毅 感受全民运动的氛围之下 那种欣欣向荣的蓬勃生机 这里是红色精神的腹地 也是挥洒热血的舞台 好了 在干唱淋漓过后 让我们身心轻快地再次出发吧 继续探寻另一种福建理想生活 我们的旅拍攻略时间 咱们第一天呢 就是先去了赛车公园 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赛车 喜欢车的朋友 真可以来一趟 惊喜还是满满的 然后我们就去找张军了 星火搏击俱乐部 他是在龙岩体育公园 在龙岩体育公园 这个地方呢就很适合 想锻炼身体 想学这些搏击散打的东西 一些朋友的 咱们还去了大景山的观景台 这个地方是可以跑步去 然后也可以开车 第二天就去了五平县的 千鹿湖湿地公园 首先呢 我们是先做了热气球 然后又骑车欢呼 一路上也见了很多 比如说在沼泽了一场的树 然后也见到了白鹿 然后也见到了一些 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一些植物 骑车欢呼之后 我们又去玩了那个射箭 然后我们又玩了碰碰球 最后我们去了这个木栈道嘛 木栈道骑行 然后骑行完了之后呢 我们这趟旅程就已经结束了 我们今天要去福州的街巷里 我们今天要来一个 比较有深度的旅行 我已经被他填的冲昏了头脑 我都忘了他们来的木树是什么了 小松 上盘子 来啦 祝大家幸福快乐 全都到啦 就来到福州这边呢 给我的感觉就是 不仅仅是食物上的钱 就是他还体验在家庭上 我的青春 我的党 不仅仅是建筑 彩则 现时用来